南洋风云 然后的这样的一种回味是更加让就是更加会让我们有一个产生一个深刻的一些思考 还有一些讨论的一些空间的 那么其实那集就是在之前呢在访美这样的一些照片呢 不断的在媒体上呢不断在媒体上这样子的一种曝光 然后首先呢那集他跟进到就是在白宫呢 跟这个特朗普呢握手的照片呢就在媒体上给公布出来了 特别的亲切 那么他随后呢然后见了一些相关的川普带着他的一些高层的人员见了面 其实可以看到他高层的人员 有外交部部长然后还有内阁的这样子幕僚高级幕僚 白宫幕僚 然后还有这个他的女婿 就是也是主要的他川普的一个顾问了 然后另外的还有中央情报局 还有安全部门的一些人员 都参加了这样子的一次跟那集的会议 可以过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级别上的会议还是蛮高的 那么那集这方面呢也带了相关的一些人也出访 包括外交部部长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贸工部部长 经济方面的 然后外交方面的等等的 这些人是也出席了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不过看到整体来说 两方面 然后在交流或者是访问的整体的过程当中 其实给大家传递的信息 给大家传递的这个信息呢 还是蛮明确的 就是川普呢跟那集的关系 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有可能因为两个人的私交关系 上升到一种马来西亚跟美国之间新的 一个新的一个外交关系的一个新的时期了 那白宫形容马来西亚呢 是美国在东南大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 对的确就马来西亚跟 跟的确在外交这一方面呢 其实的确是做的很不错 就在美国方面呢 这关系其实还是蛮良好的 但是呢这一次 那集我们的这些课题呢 为什么要谈到 那集访美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到 马来西亚要协助加强美国的经济 可能就对我们来说吧 就美国算是经济大国嘛 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持综 还是比不上美国 那为什么如果真的是要协助 美国加强经济的话呢 为什么会有马来西亚来加强呢 反正不是一些金专国家 金专五大国 还是其他一些比较优势 像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这些来帮助来加强呢 为什么会是马来西亚呢 其实这个方面呢 就如我们之前的这个外交关系 所阐述的是一样子的 就是其实现在美国川普的外交政策呢 就是他不会因为没有任何利益 而去帮助别的国家 同时呢 他的主要的外交政策是 美国再次伟大 为美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他执政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可以历届可以看到 包括台湾的郭台铭啊 来到美国 也得为美国在在投资上 再多加一些投资 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尤其对于美国白人这方面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郭台铭其实也在帮助美国 那么另外的包括日本的这方面 日本安倍晋三也在访问 美国的同时呢 也是承诺要投资美国更多的一些基础设施产业 同时呢 也为美国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就业机会 所以可以看到川普喜欢这口 那么外国的领导人呢 就提供这个胃口给川普品尝 这样子的话呢 双方才能建立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外交友谊 在此外交友谊之下 才能谈论其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些政策 和政策和其他的一些项目吧 所以呢 如果是马来西亚去到美国的 就是纳吉去到美国的话 务必呢 也需要迎合川普的这个口味 这个方面的一些需求 所以呢 马来西亚这方面也是带了一些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措施啊 买了他的波音飞机 大约是25架左右吧 然后呢 又投资了 就是他的带着马来西亚两个最有钱的机构 一个是公积金局 另外一个是国库控股 两个机构呢 来到美国进行投资 所以足以可以看到哈 他是在迎合川普的胃口了 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呢 为美国的再次伟大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助力 虽然是这个经济上的助力 并不是那么太明显 但也是表达了马现在的一方面的诚意 所以在此基础之上呢 川普也表示很高兴 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原因 这是外交方面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其实可以谈到川普呢 跟纳吉私底下的交流 私底下的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 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纳吉他也说 他说我跟川普呢 早前就认识 因为川普还没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呢 他们在一起打过高尔夫球 而且呢 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 他们是一个组别的 这个组别到最后 他们赢得了胜利 所以他们其实曾经也是一个队友 在此情况之下呢 其实两个人再一次见面 是一种朋友关系 也是朋友关系 但也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来见面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啊 无论是握手的照片 还是彼此底下 私底下交流的这些照片 都感觉到双方很亲切 很熟知彼此 而且呢像朋友一样去说话交流 还有这个 这个交往啊 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就是这种情形完全跟这个川普 跟习近平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因为习近平跟川普在一起 还是真的很拘谨 然后又很陌生 真的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而且他在想些什么 大家都在试图的 是在尝试对位对对方的口味 说话的方式 然后摸底式的 然后进行一个有敏感性的 有底线的 有基础性的一个 一个官方的一个外交 但是跟跟纳吉 好像似乎就不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特别亲密的朋友的一种感觉 所以可以看到哈 这个究竟 呃 马来西亚或者是纳吉 跟川普的这个私交 对未来的中马关系会起到 不是中马关系 是这个马来西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友谊的一个 或者是说有促进作用的一个关系的加强呢 这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一个选项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呢 美国呢 现在都一直在指责 就是大马有关这个伊玛公司的丑闻 那刚才也有说到 就是 美国 就是马来西亚 纳吉跟特朗普的关系是那么的好 但是呢 在另一方面呢 美国又一直指责这个伊玛公司的丑闻 就一直把它搬上来 再说这个东西 那他们到底处在于一个怎样的关系 是表面上是那么的友好吗 还是私底下会有一些恩怨呢 还是这个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呢 所以其实 这个伊玛公司的丑闻呢 之前我们看到 川就是 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消息 就是说纳吉呢 在访问美国的过程当中呢 在访问美国的前夕 那美国的司法部呢 就已经说 不调查伊玛公司 或者不冻结伊玛公司的一些资产了 要求把它转移到司法部门进行审讯了 所以暂停对他的一些资产的动机 所以此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司法部的一个运作呢 看似好像似乎是司法程序上的一个过程 但是实质上的好像似乎又给纳吉面子了 所以呢 这个事情应该怎样 应该具体去怎样理解呢 相信很多人理解 就是会因为 纳吉的这次访美的一个成果和效用 就是使得美国司法部停止了 或终止了 对于YMDB的一个调查的继续的进行 也是冻结的一个资产的一个举动 这也是很多就是人的一种质疑吧 好 好 我们在现场有我们的一位联系嘉宾是曾郭 早上好曾郭 早上好 是 今天我们谈一下这个纳吉访美 那么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您整体对于纳吉访美持一个怎样子的态度呢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段时间了 在我印象中 他访美其实好像是在谈顺多一点了 因为主要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讲说特朗普他本身是一个难以猜测的这个总统嘛 对美国总统新总统 而且这难以猜测的总统他可以一瞬间今天跟这个中国断交 明天就跟中国和好 然后他主要的性格并不是他善变 他本身是一个生意人啊 我们讲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生意人的角度 如果说这个马尔西亚就是要跟这个美国 要做好两国之间的这种绑交啊 你就要以一个生意的方式跟他谈 而且他上任过后 这个TPDA我们讲的这个TPDA已经不进行了 那不进行过后 他要怎样去维持整个经济 他必须要有一些突破的方式 所以他本身我们讲说美国本身 他已经裂了一些国家 比如说他裂了16个国家 要做一些友好的商业伙伴 而且马来西亚本身 我们的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产品 多过美国进口到马来西亚 所以在这个我们讲说交易之中 我们还是得意的 最后啊 就算如果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绑交 甚至友好的关系继续维持的话 这样我们出口的量一直不会减少 是最好的方式 而且这个是一个利益啊 国家的利益 我觉得可能啊 大家外面在猜测讲 这个首相到那边主要是谈话 利益啊 种种之类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真的不懂啊 也不清楚会不会这样 但是以他们的这个形式 他们的方式 他连谈判的过程都可以录了 然后放上网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 或公开的方式去谈 而且我相信没有这个议程吧 嗯 那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纳吉已经到美国 OK 就是为了要谈生意嘛 那可是在另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也不是太太的 太太友好 可是呢 在另一方面呢 中国又一直啊 在马来西亚有大量的投资 那郑国先生 你对这样子的事情 有怎样的看法呢 那另一方面 意思就是说 呃 中国也一直大量的投资马来西亚 而马来西亚呢 现在呢 又投资去到美国 那你对这样的事情 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说 这个反而影响不大啦 就是说 中国有中国的 各方面的这个交易 这个美国有美国方面的交易 但是我们所谓的投资 在美国 或是跟美国友好的这个生意 大家看回去有几个东西 比如说 我们讲说 呃 这个 呃 买飞机的情况啊 我们不得不跟这个中国买飞机 因为中国没有 要不要跟美国买飞机 因为中国本身 没有产生类似的这种飞机 而且目前 你讲 马航转亏为银购 它需要的增添一些新的飞机 安全 然后又可靠了 我觉得是波银 而且 这个情况 它并不是说 立刻去买 就有一种情况 是以前 还有很多这个飞机 呃 在排着对波银飞 呃 波银的公司 排着对海银 给到马航的 但这一次是从前 然后 有很多是十年 十年 它不是立刻跟你拿钱 立刻做 可能排排排排排 十年 等到第九年 第十年 才轮到马来西亚的飞机 才卖给马来西亚 种种之类的东西 可能到时候 呃 我我说了 如果不小心 真的是换了 新的首相 换了领导层 换了马航的领导层 或者是这个 这个型号的飞机 可能已经落伍啊 种种 可能还要签多一次的 这个 这个合一了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一定出钱 甚至不一定说 一定花钱 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评估 时间还很长 这个并不是一个定案 但是至少 这个东西 签回来 对于双方的关系 至少都比较好 我觉得 那就是说 以中国跟美国的方式 连美国都可以 跟中国坐下来谈 所以 为什么马来西亚 不能跟美国谈 在 我们讲说 这两个大国 跟马来西亚的 政治状况 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讲 这两个大国 它出现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 他们政治是 外交为主 然后 以军事为主 但他们外交 又跟军事 看到一起 比如说 美国为什么来马来西亚 就是马来西亚 甚至这个 南中国 甚至这个 我们讲 在菲律宾 北部 南部 泰国 之类 这个 沙巴和沙拉瓦 跟整个 Bornio岛的 整个 整个外交 跟整个政治的 这个版图 包括南韩的 这个争议 他们谈的是一个外交 谈的是一个军事 跟马来西亚 谈的不是 马来西亚 我们谈的是一个 国家发展 可能我们谈的是一个 这个国家 如何去 做好这个 这个经济 种种之类的东西 所以 难免会有人去猜测而已 就是去讨好美国过后 然后中国会很生气 目前为止 我相信 都还没有 而且 美国如果说 签的只是那种 几十亿 或者是 一些飞机的东西 我们讲说 中国在这边 投资的项目 一拍一拍都已经签了 做成了 这个项目 一百多项 一百九十一项 但在未来可能还有三十多项的 一带一路 大型活动 包括我们有这个 马兴的 这个高铁 然后有这个丹葵 这个东海岸丹葵 这个黄金桿 这个布朗凯利 种种的 这些都是属于很大型的 他任何一项都可能大型过 现在跟美国的这个交易 那么其实可以 从报道可以看到 其实纳吉跟川普的私交 还是蛮好的 对吗 还好啊 其实我觉得国家领导 跟国家领导方面 不会查到哪里 常常在很多会议上 都会碰面 而且领导跟领导 互相尊重 我看到一个短片 就是这个特朗普 招待这个 Korea 这个韩国的 这个总统的时候 就是包在一起啊 然后包在他的脚上啊 这些也是很好笑的东西 所以特朗普 他并不是一个 大家想象中很 很庄严 我不是叫庄严 我们讲说是很 那个脸很板住啊 或者是一个 弹东西都是很刻板的 他可能是一个 蛮好相处的人啊 其实这一次 我们处理又不是 没有关系 他好不好啦 你看这个 我们讲说 最近闹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 大家就是马哈迪 在取笑纳吉的时候 纳吉同样说 就是马哈迪当时候 聘用了一些顾问公司 然后这个顾问公司 花了很多钱 才可以见到当年的 这个美国总统 但是纳吉从以前 他上任 就可以跟这个 奥巴马 就是打高发 实际下 你讲说他有没有死交 这有很多东西 国家跟国家 跟死交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分开的啦 就说 你讲说 死交好又怎样 很多东西 同样会发生的 这个国家 国家的整个政策 跟死交 其实问题 没有太大的关联了 那么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之前的奥巴马 在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确实也跟纳吉 打过高尔夫 然后但是好像似乎 这个马美关系 一直没有 没有特别的 这个热起来 你包括 YMDB的事情 美国司法府 一直在提控 然后对于纳吉 也是一种 政治上的一种压力 所以 所以可以感到 就是 虽然奥巴马 跟纳吉打过高尔夫 但是并没有体现在 美国的外交 对于马来西亚的 这个纳吉的压力 这个政治压力上 似乎有缓和 没有这种迹象 似乎是两回事情 然后 但是在川普上台之后 其实他的这个 外交政策 跟 跟奥巴马 是完全不一样子的 然后川普呢 主要是让美国 再次伟大 然后同时呢 他 他一般是 让他获利很少的事情 他很 他不会去做 因为他是一个商人 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模式 然后呢 他只是为美国 如果能够再次 为美国赚得 更多的profit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所以他也不会 向奥巴马实习 过多的参与到 外国的一个 民主政治历程 这样子的一个 投资过程当中 似乎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 执政过程当中 他只是在乎 美国的一个 经济上的发展 并不会在乎 全世界的民主 进程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各世界 各个国家的民主 上面的一些投资 或许会逐渐的 在减少 这方面 他也不会过多的 去关注 在此情况之下 其实这种情况 更有利于 纳吉的一个执政 或许他们在这种 层次上 会谋求更多的 一种共识吗 是 其实我们讲说 分成三个 你刚才提到了 有几个过程 一个我们谈到 第一项 我其实不大几个 当然那个 其实不是很大问题 就是 私交啊 之类的 因为特朗普真正的 主要他还是一个 生意人 他做什么东西 他还是 利润啊 种种这个国家 他的整个概念 跟整个方程度 就是我要让美国 怎样强大起来 怎样走出去 他不像以前的 就是投资在外面 然后做那种 民主过程啊 然后投资到 很多的国家 然后国家 很多国家的 那种民主 开始出现困乱啊 种种之类的东西 他特朗普不是这种的 他跟你以往的不一样 他最后还是 做回美国怎样强大 美国人怎样得利 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谈回去 1MDB这个情况 1MDB其实大家 有一点误会 这个误会并不是 我们讲说 他并不是去 建了特朗普 整个东西 美国是一个 很强大 司法跟民主 跟整个 我们讲说 我们一谈到 三千鼎立 大家都会拿 美国的这个 民主精神来谈 所以他一个 这样强大的 他不会让特朗普 一个人去干预 他的司法 而且也没有能力 去干预 他根本是鼎立 而司法跟他 在他手上 根本是 无法被控制到 所以不要讲说 是特朗普 或是任何人 即使纳吉 真的是有 有涉及在 这个 1MDB的整个情况 他飞到美国 第一时间被抓 这个美国总统 也没有办法去过问 他跟马来西亚的 情况不同 马来西亚总警长 可能 委任 总统的整个过程 他还是受信于 整个政府 总统之类 但是在美国 不同 他的真的是 三权分得很清楚 他不可能 因为特朗普 建纳吉 然后取消 对纳吉的 整个通告 这个就是一个 最大的误会 第二就是 为什么 这个当时候 纳吉飞过去 他不抓纳吉 整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 司法起诉 并不是因为 特朗普的伟大 整个东西 觉得最大的误会 就是 我们看回去 这个美国 司法部的 整个报告 他提了很多 这个M1 我们讲说 他谈了很多M1 他谈了很多 这个东西 就因为整个报告 我们讲说 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他有提出 这个WNDP 这间公司 他有提出 这个WNDP 给了一间公司钱 那个叫 忘记叫PAC 的这间公司 是什么公司 忘记了 但这间公司 最后是去外面 欠了很多的债 然后这间公司 其实很多钱 可能他没有还 或者是 WNDP还他了 他没有转手 还给别人 甚至WNDP 还他了 他去买了很多 这个外面 所不知道的 这种房产 种种之类的东西 美国从头到尾 从工 提供或调查的 就是这三间公司 他跟 就是因为报告里面 有讲 这间第三间公司的钱 从哪里来 WNDP 然后但是 不是WNDP 直接 到这个 这个司法部啊 整个 部份没有 直接的参与 整个亏损 没有直接参与 整个股票 甚至没有 直接参与 这种交易的东西 所以他是 第三间公司来的 然后这间 第三间公司 发生的东西 完全没有关系 到WNDP的话 哪里会牵扯到 这个纳提 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大家看错了 整个报告 真正谈的东西 就是 第三间公司 第三间公司 还是城镇的灵魂 然后再当然调查 比如说 今天 邮连台 访问 刘正国 刘正国 讲的话 讲错了很多东西 这个备政部 调查 刘正国的时候 他里面一定提说 这个榴连台 访问 刘正国的时候 讲出来 就是提榴连台 但他里面提的时候 就会讲说 榴连台背后的老板 会是谁 但是 整个东西 跟背后老板 跟榴连台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 在司法的角度 如果说 这个美国的司法 真的是这样公正 他早就应该 传到马来西亚的 万利币的代表 传到马来西亚的 一些 甚至我们讲说 内阁成员也好 财政部也好 到最后都没有 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touch and go 就讲说 Evolve这个东西 这样这样 到最后没有替空 在司法部 很多人都在试问 为什么没有传到这个 没有传到那个 之类的东西 问题就是 他真的没有传到 但我们没有理由 在他还没有传到之前 就派人去 甚至他没有传到 我们都要派一个总经长 去谈听 之类的东西 马来西亚在国外的 就是马来西亚人民 在国外犯了很多罪 很多人都有犯罪 甚至很多人都有开庭 很多人都有在法庭上审 难道马来西亚的总经长 每一个案都要求制 去旁听 这不是不符合 我们的操作方式 但司法根本 你没有involve 你去那边也没有用 他也不会叫你出来 你公证 你要讲这些话 没有的 所以当时候 AQ有讲了一句话 他都没有请我 我也没有办法去作证 你不要讲说 他开庭谈了三次 谈了五次 或开了三次庭 谈了五次庭 没有传到就是没有传到 这就是司法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 大家有一点搞错 所以大家一直认为 我拿去去那边 其实不会有这回事 如果真的去那边 不会因为他们而不抓人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我想分享的两个观点 然后就是第一个观点 就是美国的人口贩卖 这个评级这个问题 当时我记得是2015年 还是2016年 具体的年限我是忘了 然后2015年的时候 当时其实2016年 比2015年 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 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频发数 要比2015年要多 但是反而美国人口贩卖 这个评级 反而把马来西亚升高一级 这个方面 当时我也采访过 一些相关的一些当事人 然后当事人 那我就现在 从节目当中就不具名了 然后当时人就是在在说 因为当时马来西亚要被美国 就是当时有有有那个 那个叫做泛太平洋伙伴协议 如果要加入这个泛太平洋伙伴协议 必须人口贩卖这方面的级别 要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标准 所以当时美国为了 这个让马来西亚进入到 泛太平洋伙伴协议过程当中 所以被迫呢 也就是把人口贩卖的级别 提高一个级别 虽然它的状况 要比2015年要差得多了 所以这也是可以审视一下 美国这个无论是它司法部也好 还是它这个国家评级机构也好 是不是为美国意志所服务的 这是第一点 这是疑问 然后不一定是正确 然后第二点呢 我也想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其实在这个 当时为什么美国就是YMDP 司法部提供的那个时间段 是哪个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呢 那个时间段正好是南中国海 这个南中国海 菲律宾这方面的海域 那个黄岩岛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的法律判断的是 中国败诉了 那么菲律宾胜诉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美国要求 想要求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有一定的声音的发出来 包括东盟国家 很多的国家 要发表一个声音出来 给中国以压力 但是当时其实在 在马来西亚这方面呢 它的外交辞令 还是蛮温和的 对于中国这方面 然后这个事情完之后呢 YMDP的这件事情 就美国司法部 就提上正式的议程了 这是一个时间点 我没说他们之间 会有直接的一种联系 但是它是一个时间点 那么另外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这次纳吉访美 为什么单单在 纳吉访美的前期 美国司法部 停止了对YMDP 这个财产的充公 然后把它转到刑事部门 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 如果是重启调查了 才可以重启调查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也不能说证明说 这个纳吉访问 美国跟这个YMDP 停止调查是有联系的 但是它那个时间点 卡得是非常巧妙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也会让人产生 很多的一种解释吧 或许啊 其实就是比如说 我们讲说 我们谈最后一个事情 就是整个时间点 就很奇怪的 比如说今天 我们讲说 首先要过去美国 这样他们的这个内政部 美国的内政部 美国的这个外交部 种种他们都会 做一些功课 做一些方式 这样如果说 大家会达成一个 友好的协议 这样有一些部门 甚至我们讲说 他们的这个调查工作 当然会立刻解决 比如说今天 我去到某一个社团 我都会宣布破款 然后或者是 去到某一个社团开幕 那个社团的要求 我一定会完成 甚至宣布成果 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我觉得是这个政治的show 就是在政治里面 每一个人都在做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要建A军 跟他吃饭之前 A军曾经拜托过我的东西 我都会去解决 然后才给他吃饭 这样可能 就是刚刚好 timing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 做外交 他们方式 甚至政治人物 做交流 他们方式 都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讲说 林冠英如果跑去 这一个 一些学校要派破款 一定是 一定是先解决 学校里面的东西 给他破款 然后主要才赶去 而不是慢慢的 这样跑去 那时间间 一定是巧的 然后第二就是 接下来的 就是我们讲说 好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整口贩卖的 我觉得这个整口贩卖的 是有这个情况 但是到后来 我们其实拿到 很好的成绩 就是原本的人口贩卖 从9人减到3人 就是减到70%左右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 我们的级别 也没有所谓的 这样critical 去到3级 去到2级之类的东西 只是后来 你讲说人口贩卖 这个东西 其实国家 怎样去管制 因为这不是国家的生意 它本身很多 就因为比如说 美国美金很好赚 大家都跑到美国去 然后新币很好赚 大家都跑去新加坡去 至于他用合法 不合法的东西 不懂 如果说 这是其中一种 然后这种是属于 其实在human trafficking里面 有包括人力资源 它并不是一定是 女孩子 小孩子 被搂掉 之类的东西 未必是那种情况 所以很多方面 我觉得说 在那时候 签署的时候 很多努力都已经做了 然后 所有的那个 从原本的 这个九个变三个 我觉得这个成绩 蛮不错 在马来西亚 然后 至于 整个猜测 外面的猜测 我觉得 也不需要怎样猜猜测 因为 美国跟马来西亚 真的不一样 那国情跟整个制度都不同 他们是属于总统制 他们不会像马来西亚这种 政治可以做很多东西 甚至我们的 讲说 议员本来就是当首相 本来像部长 他们的议员 整个部长 这个是完全分开 最近有一个刚刚好有重叠 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他们不会有 类似的训施 如果说大家都讲 美国很自由 美国很好 让你相信美国多一次 就是美国 本来都不会因为这样而训施 而不是见了面就训施 种种不会这样的 所以既然他不训施 就证明马来西亚 在美国方面 其实没有问题的 明白 就是因为买飞机 对对对 好 谢谢曾锅对我们这段访问 谢谢您 谢谢 拜拜